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講到這個伊比九魯學派 那麼當然它有很重要的特點 第一個 它是與這個斯多克學派以及懷疑主義 並稱為希臘化哲學中的三大學派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麼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呢 他的本身這個學派啊 是明顯的有宗教而且有神秘的色彩 他這個非常非常 最特別的一點他強調友誼 friendship 這點概念所以呢 跟我們這個他不是強調這個 好像這個跟到人的自然情感搭配像斯多格哲學這樣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了解到 一個強調這個神秘已經有宗教特色的哲學組織啊 他因為這個離群所居的關係啊 所以讓人啊 感覺上不像這個斯多格學派這麼佔據主流的位置 那麼原因很重要 可是呢 無獨有偶啊 中國的一個學派啊 像這個道家啦佛教學派啊 這些這個政治鬥爭上比較具於下風的學派呢 也有這個特色 那麼這個 而且這個特色當中呢 這個一比九路學派最特別的啊 就是強調友誼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啊 這個 我們這個社會比較不強調友誼啊 認為強調友誼的都是黑道 白道人都是舉舉獨行啊 認為這個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都是黑道用語 所以這個觀念上很不一樣 好 這個我也是想這麼說的 另外第三個的話呢就是 一比九路學派呢 他是有名的原子論者 這個原子論者是非常重要 原子論者呢 他最強的地方呢 就是他解釋了一切 所以一比九路的 因為是原子論呢 他就包含他自動 就是唯物論 自動機械論 而且也自動的讓我們瞭解到 所有的外在世界的一切景象 我們感官知覺上從察覺到的內容 都是原子所構成的 原子是包含一切 也說明了一切 經驗的話呢 所以他們講到這個原子的概念 simraca 在我們現在解釋變成幻覺的意思 simraca這個字 原來的拉丁字 本來在希臘這次edola 是原子的意思 autom本來是一個概念 就是小到不能再小叫autom 所以我們現在是講到這樣的觀念 就是 這三個部分 也算是 希臘化時代的支流思想 也是希臘化時代中呢 比較強調這個初世主義 也是比較這個有特殊的物理學的概念 融合了一切的基本觀念 那麼 重點來講的話 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贊同以及強調原子論 對後世影響非常深遠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原子論是構成現在科學發展的主軸 請大家注意 我們現在科學發展是說 原子是一切組成的主要因素 可是沒有人可以解釋原子哪來的 一直到最近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個 大型的這個 這個什麼碰撞機啊 那個什麼 Hydro那個翻譯叫什麼 大型什麼子的 大強子對撞機 蛤 大強子對撞機 強子對撞機 對對對 LHC 那麼 強子對撞機呢 正在做實驗呢 要找出上帝的例子 對不對 那天那個教宗學出來的時候 也是習近平學出來的時候 也是 這個瑞士的這個研究團隊 證實 證實這個上帝的例子 的確存在 而且就是他們所發現的那個樣子的東西 但是什麼呢 但是呢 就像是 上帝到底願不願意 哪一個人當教宗啊 這個這個例子呢 到底是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例子 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不管怎麼講呢 這個所有的原子論者 都無法迴避一個核心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什麼東西構成的 但是我們不能夠理解世界為什麼要這樣子構成 不能夠理解為什麼是這樣構成 那是思想上理解的一個問題 當然啊 因為原子論者 他完全起源一句話的假設 只有一句話 就是什麼呢 就是 萬事萬物 都是原子在空無的空間因碰撞而構成 是這個 這個colliding 就是碰撞機這個碰撞的概念 就是來自 到了這個2500年前 從Democrates Lucius and Democrates 到今天 他沒有變過 但是這一句話呢 作為假設也沒有任何的證據 沒有任何證據 這個例子的構成就極小 我們只知道是 例子可以不斷地切割到最小的情況 另外一點啊 除了他這個原子論的立場 還有一點就是他這個綜藝主義 epicurian史就是這個綜藝 這個極大的誤解 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大的誤解呢 就跟我們的西洋哲學史的這個歷史 是嚴格息息相關 此話怎講呢 就是說我們到目前為止 所談到的有一種主流的思想 這個主流思想呢 這個蘇柏亞 其中尤其以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為主 是一種思想 下去呢 斯多噶哲學繼承了蘇格拉底的思想 也變成了主流思想 這個我們剛剛介紹過 可是呢 伊比丘魯學派呢 首先第一個 他是一個離群所居不入視 出視的一種想法觀念 就是比較難以成為主流 另外一個他的原子論的立場 是什麼呢 是一種無神論的立場 連上帝這個概念 都是人驚嘆於自然世界之浩瀚 而產生的一種感受發出來的聲音 就是換而言之的話呢 這個上帝後面呢 上帝是什麼之前呢 永遠是驚嘆號而不是逗典 意思就是說上帝只是我們一種exclamation 這種感覺 其實呢都是立子所構成的 那這種無神論的觀點呢 在這個主流的這個教會傳統呢 遭遇到的批判扭曲 甚至於醜化 就認為他是一種忠誉主義的 因為他強調快樂 其實我們稱之為黑鬥維持 就是人生呢 以追求快樂為主 因為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他們強調 所有的感官看到了就真的 你看到了一切就真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的就是立子所構成的結果 所以嚴格來講 每一個人看到東西都不太一樣 但是這個東西它呈現出來的機制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現在來講的話呢 非常具有科學哲學詮釋的角色 這個大家 我們 我們在座有很多的心理系的同學嘛 心理系同學就跟那個 Epicurian這個觀點很像 就是說 你觀察到的心理現象 它基本上的起源是一樣 但是每一個人針對於我們所觀察到的心理現象 做進一步的詮釋的結果 那幾乎人人不同 幾乎人人不同 所以如何找出最本質性的 的感官知覺 是構成了一切事物調查的最基本的理由 那麼這個當然也構成了實政論發展的一個基礎 那麼也比較像是科學哲學內容 我就不多的介紹 好 那我們在這個介紹當中 這個 我們想 我想原則上這個禮拜下禮拜 都會以一比九路學派的觀點為主 這個 這個都是講過了 前面都講過不說了 他跟其他的希臘化哲學一樣 有他的物理學 有他的知識論 也有他的這個 倫理學 那麼倫理學分為上帝 享樂主義以及自由意志三個部分 跟我們講的情況 很像 好 那麼一比九路學派呢 是原子論者 那麼是這個 由這個Democrates 這個理論發展而成的 這個理論認為呢 這個獨立的存在物被劃分成物體和虛空 這個是 重要的觀念 我講了這麼多次 不曉得哪一個同學還記得 為什麼原子論在西方哲學發展的歷史中 每一次都被斥之為無稽之談 為什麼 有誰記得為什麼 有誰記得 你記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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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個人記得 非常好 你們如果都記得的話呢 我就沒飯吃了 這個事情呢 我給你打包票兩個禮拜後再出現一次 因為 西方的哲學 從斯多噶的哲學發展你就可以注意到 凡是拼英文字的哲學 拼英文字哲學 他沒有辦法在語句的表達上表達出那種真正的無的概念 Nothingness 為什麼沒有辦法呢 因為你總是會去問 無的時候到底無是什麼 當你一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這個無已經可以被Predicated 已經可以被敘述 一個可以被敘述的東西就是怎麼樣 那就不是無了 就不是無了 所以呢 在語言上所代表的世界中 不存在有無的概念 這個東西很深入 沒有無的概念 我覺得 中國哲學裡面跟西方哲學比起來最強的一點 就是我們有無這個概念 我們這個 首先我們非語音系統 我們的文字 一個無這個字 就是不需要improvisation 不需要在命題裡頭 不需要無作為主持不需要Predication 不需要被敘述 無擺在那邊的話呢 就讓你產生了一種象徵性的理解 其實我前一陣子看了一個 影片介紹這個 京都學派西田幾頭狼的 就是強調這個Nothingness 就是這個無的概念在這詮釋 說句良心話 我看到這個詮釋的結果 我就發覺 因為這個影片從頭到尾就是不斷的用毛筆寫無這個字 但是我覺得詮釋不好 為什麼不好呢 因為對於我們來講這個無的概念的理解 其實說的並不複雜 就是說 所有你在意識中理解的部分 所有在意識中理解的部分 其實永遠只是一個要被取代的過程 並沒有什麼東西是真正留下的 再從這個禪中的這個觀念來講 因為我為什麼完全不懂佛學敢這樣講呢? 因為這個概念對於我們整個文化底蘊來講 是最基礎不過 就跟孝道差不多的概念 並不難理解 那這個東西呢 在西方呢 因為原子論者 他只是說 所有的粒子 在虛無中不停止的碰撞 換而言之 the universe is the collection of infinite number of atoms in the space in the void 就是在虛無中這個void 那麼 因為呢 這個觀念呢 這個空的概念 無的概念不存在 所以讓人家發覺說 這個假設本身來講 是缺乏基礎的 因為沒有這個無的東西 直到今天呢 直到今天 宇宙論者啊 物理學家還在討論 我們所謂的宇宙中 有沒有dark matter 有沒有dark energy 在計算的結果 計算的結果 百分之九十幾是有dark matter 甚至於到處都充滿了dark energy 就是說這個無的概念 一直是不斷被受到挑戰的 因為如果沒有無的概念 就沒有碰撞移動的可能性 亞里斯多德的天文學中是沒有無的 塞得滿滿的 滿滿的 是這樣才會 沒有東西work in a distance 因為你如果說 autumns collide in the void 如果化的話 他就要回答說 autumns為什麼會碰撞 它的energy哪來的 等等等等這些問題 所以這個連續出現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 沒有虛無是運動是不可能的 這一個觀念 是一個純粹從 由學發展出來的觀念 而這個發展的觀念呢 導致原子論者呢 長期啊被 就是說雖然他能夠解釋很多事情 但是他一直不斷地被推翻被打倒 發生原因在此 好 那麼我強調這個觀念呢 也最主要呢是告訴大家說 你接受原子論者跟不接受原子論者 會得到截然不同的判斷 而核心點就在於有沒有無的概念 好 我稍微跟大家補述一下 因為我們上這個課啊 這個昨天我已經把那個課單交出去 這個是我們的確 就我個人啊 最後一年在開這個 一整年的這個西哲史了 所以說講起來 我已經幾次教下來 我也就很熟悉了 我在上那個先書哲學的時候 我把它講得非常完整 我是說從Tales開始 經過這個Militus 這個島上的三位哲學家 我們一直講 講到最終的一個最極致的一個哲學思想 就是Pamanidus Pamanidus講的話 一句話把所有事情講完了說 凡是會存在的一定存在 不存在的你講了也沒有用 換而言之就是說 能夠被講的東西就是存在的 不能夠被講就不存在 整個University的這樣子 整個宇宙就這樣子 凡是能夠存在東西共同構成的宇宙 剩下的東西我們也不知道 也不可能有東西 這是Pamanidus的觀念 就是一種E的觀念 突破Pamanidus的想法的人 就是Democrates的原子論 原子論講說 不管多大的宇宙 宇宙跟宇宙彼此之間 只要能夠活在 宇宙跟宇宙能夠存在於虛無當中 這個就解釋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他們之間有無可 就是有無限多的宇宙 可大可小 可以無限大也可以無限小 就構成原子論的基本概念 所以我們從我的課當中的理解 原子論是真正的先蘇哲學發展的終點 即使Democrates的時期 蘇格拉底已經不在了 但是呢 先蘇哲學是不同於蘇柏亞的哲學發展 到了原子論是一個終點 因為到了原子論 他解釋的一切同時 他也做了非常重要的假設 是我們從這樣子來討論的 如果大家對這個部分有所了解的話呢 那麼原子的概念 我講這麼多的目的 是要大家去接受原子的觀念 是一個現在科學的基礎 是哲學發展的一個進程 而且尤其難能可貴的 他是有一個假設的立場 就即科學假設跟哲學的發展 所以這個講起來很特別 我也不懂為什麼這個學物理學人 他們從來不看歷史 他們就拼了命去找的這個Gas particles 從來沒有想過 從來沒有想過說 這個世界為什麼一定要有粒子構成的 以前中國社會認為這個社會是由道德構成的 叫做道 天道 就是說這個如果違反天道 整個世界會毀滅 如果順應天道 整個世界會蒼容 所以現在的話呢 這個被粒子取代 沒有人會去問這個問題 但是呢 這個我們哲學家呢 就強調這個問題 好 原子原來有第一屬性跟第二屬性 這個講起來也很特別 因為我們講到原子 說它是一個純粹想像的概念 無色無味無窮 沒有人會去問quark是什麼顏色的 沒有人問他說 是長的什麼球形外面什麼文跡 沒有人會用自然原的方法去問這些東西 好 所以沒有人會去 但是呢你想到它如果是粒子 就想到它應該有顏色 對不對 quark是沒有顏色的 對那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 是什麼色 除了質量以外的性質 對 我問你什麼顏色 對他說你說真的有顏色是什麼色 沒有那是一個被描述的性質 對啊 對啊 那你愛什麼顏色就什麼顏色 電腦拿出來什麼顏色都可以放上去 我再講說這個例子本身來講 是好吧我順著你的話講 我們把它當成一個所有事物基礎的元素的概念 它在那個層次上已經沒有顏色 顏色是我們後來感官知覺的判斷的結果 對不對 但是你要講某一樣東西存在 那你就自然而然問說存在它什麼顏色 哪怕是透明的無色也 是透明的嗎 就是無色 或有顏色什麼 灰色白色藍的黑紅的 就是說我們因此啊 這裡頭有個重要的概念 我們在感官知覺中看到的東西 都是刺性 不必然存在的 我跟你講啊 我們如果說哪一天這邊開舞會 所有的這個日光燈上都貼上藍色的玻璃紙 你看到的衣服顏色全部 像我這個白色的一定變成藍色 你這個變成什麼顏色我就不曉得了 對不對 所以顏色是刺性 原子構成的是它的初性 這個當然很像Lock John Locke的觀念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原子自身就是根本的性質 形狀大小重量 如果其他的顏色啊 混合物所產生的這個是刺性 換言之意思是說什麼 意思就是說我現在看到你 或你看到我 我們是一團一團粒子所構成的 會有顏色也是粒子構成這個顏色 在光下所構成的 但是它本身並不是最必須的 本身最必須的都是一樣的原子 所以這速度啊 碰撞啊這個都是一樣的 是這樣的情況 那麼混合物呢 就是我們講一般的物體 一大群原子所構成的 好 原子呢只有三種運動 通常都往下落 然後會撞擊 以及呢受到重力的影響 撞擊以及偏邪Swerve Swerve Swerve這三種原理的支持 換而言之呢 這個有引發了新的運動形式 這個Swerve呢是意想不到的碰撞 就是偏邪 所以說原子的這個碰撞的關係 這是要解釋它的發生的關係 那麼我們的世界自身也是一個混合的 偶然產生的只有有限持續時間的世界 背後呢沒有神的這個理智 諸生被視為理想化的存在 那麼伊比鳩魯學派的知識論呢 是建立在這一句話 就是所有的all sensations are true 這個基本上 你所看到的都是真實的 的這個觀念 這個原理 那麼這個是有關於這伊比鳩魯呢 基本上是物理學的發展的一個觀念 好 那麼我們如果說所有看到的都是真實的 其實這句話很多人不好理解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說講到科學哲學講到觀察 這個實真論的觀點 就是因為我們從知識的探討當中啊 大家要了解 看到觀察的經驗內容 是我們在建構知識的僅有的部分 我們在建構知識的僅有部分 很多人很多人會很難接受這個話 我每一次講到這個稍微跟大家強調一下這個原子論的重要的哲學意涵在哪裡 你們要知道欣賞一個哲學理論是一回事 可是被一個哲學理論所吸引 那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就請大家注意 我在這邊介紹西哲史 尤其介紹斯多噶學派或是伊比鳩魯學派 我不是在跟大家介紹好像觀光客一樣 這裡到了斯多噶的城 大家看一下這邊人講求這個天然合一 可以講求道理 那下面是我們到了山上看到伊比鳩魯的古城 他們是原子論者 不是這意思 我是在講什麼 我是在講一種commitment 就是有一些人他相信 比如說儒家的信徒就相信學而有則是 學而有則是沒有 進不起分析的沒有道理 斯多噶學派人就相信天然合一 天道與人道之間是結為一體 伊比鳩魯學派他們就相信原子論者 請同學注意 相信原子論者的人 就像是一個奉獻自己於物理學研究的 當今科學家一樣 這種人他如果真的相信他所研究的理論 他自然而然會發覺這個宇宙的秩序 就是以例子為主 然後他判斷事情是會非常理性的 而且他會認為說 在我們嗅覺、味覺、視覺、聽覺跟觸覺 這五種感官知覺以外 沒有具有共通意義的第六感 為什麼 因為所謂具有共通意義就是 透過我們的sensations 感官知覺 要能夠察覺原子的結構 以及所呈現出來的面貌 第六感比如說 對於道德上的一種關懷 同情弱勢 這個沒有客觀的基礎 對於美學的鑑賞 情人眼裡出西施 這個沒有共同的基礎 對於這種神聖性的超越的 對於感覺到說這個人有陰陽眼有超能力 沒有共通的基礎 這種經驗都存在 但是他屬於個人的 不屬於這種原子的排列能夠被呈現出來的 這個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今天講到這個社會 一般的社會啊 一般人的心裡啊 對於這個世界中只有感官知覺存在 其他通通不存在的這種實證主義的說法 是很排斥的 非常排斥的 會覺得說 也會覺得說像我講的 日行一三跟日行一二 講到這個斯多噶的這個indifference 大家會覺得說如果你這個人 對於世俗的好壞標準都能夠反抗的話 那你這個人太沒有人性了 就用這種問你是不是人的角度 來判斷你對於一個世俗的做法 可是原子論者呢 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這個相較於我們自己的社會啊 我很無奈的講出來 我們現在的社會 基本上是理性跟迷信不分的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社會是理性跟迷信不分的 這件事情你感覺上請大家挑戰我 請大家挑戰我 如果說聽了很不爽講說 我是受教育中 理性、迷信分的一清二楚一這麼這樣講 那我願意聽聽看的意見 為什麼要搶到這個理性跟迷信不分的事情 是一個遺憾呢 大家要了解我們現在學的東西 是完完全全以科學教育為主 因為我們也不承認仙宮廟的什麼道教訓練學院嘛 我們的教育部應該是科學教育部 所以我們雖然沒有明確的科學教育 但是我們的教育當中應該教人家什麼東西 是有基本上的共識的 我們教人家都是不離開科學的本質 對不對 那如果不離開科學本質的觀念是確立的 那理性跟迷信不能區分的話呢 就是一個遺憾 那什麼樣的環境下 理性跟科學是很明顯的區分呢 原子論的觀點 原子論的觀點是把所有的事物的理解 當成固定的理解的對象 這個是重要的區分 這個區分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它連帶的 它有壞處我承認 它連帶影響到唯物論、機械論 以及什麼呢 以及這種科學理性的啟蒙思維 那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活在一個理性跟迷信不分的社會中 大家間接對於所謂的理性的啟蒙思維 科學理性的啟蒙思維有反感 有反感 覺得是用一人化的觀點 但是我同時也要強調 你有沒有了解過 為什麼後現代的思維 我們接受哪一種哲學都拖拖拉拉的 意思是感覺上還有這種不捨的感覺 只有後現代思維感覺上好像回到故居一樣 非常熟悉 所有的那種邊緣化的論述變成為主流思想 像我們的環境 這個對於環境的偏愛 對於這個能源的開發 我跟大家順便講一件事情 日本這個國家 在三一大地震 我們三一大地震以後看到日本人 我們的論述都是日本人施工程度這麼高 都會出事 但是我們排電一定會出事所以不要改了 道理這個邏輯就是這樣子 我接受大家的challenge 你們知道昨天日本的輔導電場又出事了 停電了是不是 還是我看錯了 恢復供電 恢復供電之前是不是停電 沒事幹恢復什麼供電 是不是 出了一點事嘛對不對 有停電嘛 他停了一年然後恢復 不是啊 昨天我如果沒有看錯的時候好像又出了一點事情 是不是 是嘛對不對 我還以為我看錯了 因為我半夜睡不著覺要起來看電視 一看怎麼啊怎麼搞的 所以你講了恢復一年之後又停電了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你們都不讀新聞 是這樣子嗎 昨天嘛對不對 就是有個地方突然發生停電 因為他們這個地方 不是有個地方啊 一場、二場、三場、四場全部停了 這種事情啊 這種事情啊 如果說核式運轉 運轉後不到兩個月突然出現核式的一場、二場、三場、四場全部停電 你覺得在台灣出現什麼結果 我告訴你 不得了啊 趕死隊都派進去了 大鬧了 為什麼呢 你看 這個我覺得 日本他在於commit 以身相許這個概念中 接受核能電的這個價值 能夠力排眾議就是違反世界潮流 一意孤行這樣講好了 而且有很多能源技術上的限制 那在台灣的社會 這個我這樣講理性跟迷信不分的社會 好像同學也沒有人抗議 也沒有人反對 這其實是滿嚴重的指責的 大家都沒反應 理性跟迷信不分的社會 所以大家當然很自然而然會覺得說 我幹嘛要這種危險的能源 為什麼面對這種風險 所以你知道就是說 我舉這個例子是要告訴大家 相信唯物論的思想 跟不相信唯物論的思想 會出現截然不同的結果 截然不同的結果 那麼這個唯物論的思想 所產生的一個進一步的結果呢 就是理性的部分 其中最重要就是感官知覺所呈現的世界是 真正的內容以外其他的都是假的 沒有共同客觀性 這個是原子論子 所以最終致力於的論述 那我強調這個觀念是告訴大家說 在2000多年前 歐洲就已經有了這個原子論的選項 這個選項包含什麼呢? 包含反對上帝的存在 所以我講這句話 因為我們從來就沒有信過基督教的民族啊 對於這個說上帝不存在有什麼好強調的 大家沒有反應我跟大家講 那個本堵十六世在辭職的時候 全世界一開始前三個總統罵翻了 因為這個從來沒有發生過這個事情 600年前發生的都是在政治權力的威脅下 本堵十六世辭職的時候大家都罵翻講說 教會一定有不可告人的事情啊 否則教宗幹得好好的怎麼不幹啊什麼的 突然三個鐘頭後啊 大太陽天突然之間 音色塵暗雷電交加 一個閃電居然打到聖彼得教堂上面的壁雷針 很多人覺得不得了聖靈充滿了 至少上帝發威了 大家感覺到天有意象啊 人間必有意識 你可以在網路上找到這張照片 就是所有的人啊 好了 對我們來講一樣是荒唐 電哪裡不打到 有打到狗 有打到人 有時候打到聖彼得教堂 不都一樣都打到 但是對於有宗教信仰的人都不一樣了 有宗教信仰不一樣 像比如說媽祖突然 如果閻清彪扛著教堂 扛著扛著底下冒煙了 那不得了 那閻清彪的確是媽祖的信徒啊 不是傳人啊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邊介紹 我們要強調說一個哲學思想 它在它的這個經驗以外的這個含義啊 是構成了它發展的命運上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唯物論的思想 在今天已經變成社會的主流 今天社會走上這個主流 現在沒有人相信上帝存在什麼的觀念 這個才多久啊 這航班浪上加起來還不到30年了 所以呢我們在面對這個情況呢 我就是要跟大家呢稍微把這個背景做一個說明 這個背景是什麼說明呢 這個背景要告訴大家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相信唯物論者 相信機械論 相信原子論的這個想法 是我們今天社會中的一個主流思想 實際一個選項 然後我們因為沒有這個歷史背景 所以不知道這個東西的威力啊 那麼我們是從一個整體的角度 看完斯多噶哲學 再看伊比九魯哲學 再看懷疑主義 可以發覺西方的思想的發展 是一次非常多元的而且很重要的 其實比如說 在觀看中原子 Eidola 跟 Simulaca 的薄膜不斷的藝術體外 我們眼睛報導的那些接觸到的東西 不對其加以渲染 也不對加以解釋 這些保證的資料來推論外部現象自身的性質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 這個科學方法中所強調的中立而客觀的觀察 這樣一來的話呢 我們的feeling 跟我們的感覺呢 跟預先所得到的概念 prolepsis prolepsis呢 是我們有一種直覺式的 我跟大家複習一下 catalepsis 是我們認知的結果 我們經過後天的經驗所認知的結果 比如說 我們後天經驗認知的結果得到 觀念就是這個 我們禮拜三上課的心情非常好 這是catalepsis 可是prolepsis呢 就什麼呢 就是呢 我直覺上覺得任何一堂課 都必須要做充分的準備 嚴陣以待 否則的話呢 課不好上 尤其這種三小時的課 我這種prolepsis呢 是一種直覺式的認知 然後呢 一起構成了這種真理 criteria of truth 那一比九五的倫理學是享樂主義 等一下 那麼快樂是我們內在的自然的目標 相對於此其他價值包括德性 都是吃藥的 所以這個觀念跟多個學派 是完全相反的 痛苦是邪惡 沒有介於快樂跟痛苦的中間狀態 哲學的任務在於揭示 如何才能夠獲得最大的快樂 如果我們藉由秩序相同的朋友和支持 能夠選擇滿足我們的自然 和必要的慾望 過一種簡單的生活方式 那麼這個就是獲得快樂 更為穩定的方式 所以呢 他會強調精神上的快樂 永遠超過肉體上的快樂 最高的滿足 無論是靈魂的還是肉體的 都是一個滿足的狀態 就是靜態的快樂 那麼這個刺激的快樂 包含奢華產生的一些快樂 能夠改變靜態的快樂 但是並不會增加 沒有什麼特別增加的價值 所以我從這幾張呢 就是告訴大家 伊比鳩魯學派不是眾欲主義者 正好相反 還某種程度還相當節制 相當節制的 取而代之的是 我們要把痛苦減少到最低限度 那麼對肉體而言 這個簡單的生活可以將痛苦最小化 就無欲則剛啦 就無欲則剛 對於靈魂來講呢 獲得快樂方式是研究物理學 物理學通過消除人類兩種 這個極度苦惱的泉源 就對神和對死亡的恐懼 獲得這個終極的快樂 免於干擾 免於干擾 就這種 Ataraxia 就是不受干擾 就是這個 過了這個這個 寧靜至遠的生活 了解這個物理學 這個是一種出世的想法觀念 好 那麼伊比鳩魯呢 是一個無神論者 宇宙現象並不傳達神的訊息 那死亡只是靈魂的消散 地獄只是一種幻覺 就是大家現在呢 基本上也都慢慢接受這種觀念了 就是說這個 這個一切死後化為塵土 Dust goes dust 我們從來就不感覺到有 感覺到存在的恐懼 就像後悔我們出生前享有的不存在一樣 都是不理性的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會害怕死亡呢 我們害怕死亡呢 這個齊克果 就是解釋基督教的哲學的觀念 就是我們為什麼害怕死亡呢 我們害怕死亡 我們不是害怕死亡 我們是害怕不存在 害怕不存在 害怕我們的不存在呢 會導致於現成的世界的改變 那麼這個伊比鳩魯的這個論證 是非常有趣的 我們對於不存在的害怕 根本是多餘的 因為我們原來就不存在 我們只是中間這一段 然後又不存在 有什麼好害怕 有什麼惋惜的 這是很有道理的 這個是我們現在 普遍上都能夠接受的觀點 我並不是說大家現在都不怕死 我不是這意思 我只是說 大家對於死亡的恐懼是很茫然的 然後呢 基督教哲學對於死亡的解釋呢 是 就說存在恐懼 但是有一套解釋 要我們不要害怕 結果我們還是害怕 其可我說我們害怕的是不存在 伊比鳩魯學派也強調 這個更進一步強調這個不存在的恐懼 是沒有必要的 好 那麼決定論者 把道德的這個行為者 變成了無知的宿命論者 那麼原子的運動有三種 碰撞、直線下落、還有swerve 就是一種偏寫完全不可預料 所以這個原子論者伊比鳩魯學派 反對決定論者的觀點 就是用swerve的概念 那麼這個其他的部分的話呢 伊比鳩魯學派呢 因此而對於自由意志 他做了 他最早做了清楚辯護的理由 就是這個觀念 好 這個伊比鳩魯呢 相有廣泛的流行性 那麼跟他的這個斯多噶的這個立場不同 他從來沒有進入到古代知識的主流來 他的理論呢被許多人視為怪異 尤其對所有文化活動的排舉 這個其實講起來斯多噶聽起來很像是儒家 這個Marcus Aurelius 很像是漢武帝 然後這個伊比鳩魯學派很像是道家 或是這個佛學 他們是龜隱三菱 強調自己的群居生活 應該講起來有點像是 在這個群居上來講有點像墨家 是這樣子可以兩者之間做個比較 好 那麼伊比鳩魯學派呢 日曆被視為無神論的 他的禁於式的響弱主義呢 也被曲解為粗比的肉欲論 sensational sensualism 文藝復興的時候啊 人文主義者對他強烈的興趣使他得以復興 你看我把這兩個擺在一起啊 大家說過 文藝復興表面上是恢復人文主義 其實是在羅馬帝國的意識形態下 恢復了古希臘的思維 所以文藝復興對於真正要反對的 極有可能是一種宗教的反動 至少是為宗教的反動奠定了很關鍵的基礎 所以人文主義者對於伊比鳩魯學派有強烈的興趣 主要的觀念是他們一種無神論的思想 就是說沒有這一千年的嚴厲的基督教哲學的壓制 不會出現科學大革命這種藉由反對宗教 反對基督教 而甚至於反對了有神論的 所出現的唯物主義制的科學觀 做了很多的解放解開 我們今天來講啊 相較於我們這個環境中啊 我們因為沒有這個基督教傳統 所以我們感覺到非常費解 就是說為什麼宗教因素的參與不參與 會足足影響到從黑暗時代變成啟蒙時代 為什麼這麼大的影響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信過這個教 既無黑暗又無啟蒙 就渾渾惡惡日盪啊盪啊盪到今天 這個差別非常大 那麼這個啟蒙的想法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所以呢 這個它的原始論啊 特別是經過Gassandi Gassandi 這個好像是 好像是一個義大利人 在十七世紀到十六世紀到十七 主要是十七世紀的作品 對近代早期的物理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所以這個也是說明了 它這個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那麼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那麼這個 我們這個剛好有一個很明顯的區分 我這個是整體性的 把一比九五的觀念做一個介紹 來 芝凱做個代表 發言一下 讓老師聽一點回饋的意見 我想要問的是那個 原始論它反而肯定了物質跟虛空的區分 那其他的就是希臘時代的世界觀 難道就沒有虛空這個概念嗎? 沒有 沒有 可是像Store不是有這樣就是 void 對就是有類似的 他是講 他是講lacta 單數叫lacta 什麼是使得 言之有物的理由 void 就是說 因為我 從無到有 我看到這個講義上區分的是物質性的存在跟非物質性的存在 那非物質性的存在包括時間虛空跟lacta 那他的那個虛空到底是什麼樣的虛空 因為中文是用虛空 對 對 那跟這個原始論是虛空 從無到有 從無到有的意思是說 時間空間void還有lacta 這是這個屬於 它原來不能夠被個體化的東西有這四樣 因為這是一個必然使得事物存在的條件 就從無到有 但這講的全部都是用語言的世界建構我們真實世界 就我們的世界是說出來的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蔣介石過世了 他還存在嗎? 算了 反應不過來 請問你 蔣介石是光頭還是劈頭 你能夠回答這個問題表示他存在 就他存在而且他的頭髮不多 對不對 那這個還好因為已經過世人不受到死亡的 請問你孫悟空存在嗎? 對不對 你不要嘆氣 我們再來一遍 請問孫悟空是光頭還是劈頭? 劈頭 劈頭 孫悟空是劈頭 您能夠回答問題 同學會覺得孫悟空應該沒有光頭的孫悟空 我也不曉得 孫悟空到底存不存在不是重點 重點他的確存在 因為你可以說他的髮型 你可以說他的髮型 比如說柯南存不存在 柯南的髮型 柯南什麼髮型 我不曉得我沒有看過漫畫 什麼印象 他什麼髮型 光頭還是劈頭 劈頭 一修和尚是光頭還是劈頭 光頭 光頭 你都能夠言之鑿鑿鑿的在回答 表示他一定存在 所以存在這個東西 存在對斯多哥來講的話 存在就是我們用語言在描述這個世界的過程 比如特洛伊戰爭到底存不存在 特洛伊戰爭到底存不存在 特洛伊戰爭到底存不存在 特洛伊戰爭如果你說它存在的話那不得了啊 亞典納集結了一批人要幫助誰 幫助一大堆這個 Hector 跟 Hector 跟 對 Achilles 之間的戰爭 英雄跟半人半神的戰爭 然後神全部參戰 然後阿波羅好像被斬首還是什麼東西 搞不清楚 這些東西講起來這是神話故事 但是我回答你一個重要的問題 你有沒有注意到 英文的History跟Story幾乎一模一樣 法文的History和Listory是完全一樣同一個字 換而言之 歷史就是故事 故事就是歷史 所以在語文當中它不需要 它不需要任何的 它不需要任何的什麼物理的真實存在作為基礎 我不曉得為什麼 這個是很深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要解決一個東西的存在 我們都以它死在活的作為認定 我常常在上課講說 你有沒有阿嬤跟你的阿嬤在不在 還在不在 對中文來講是很明顯兩種問題 你有沒有阿嬤等於在罵人你知道嗎 那你阿嬤在不在的話 等於是問一個很具體的問題 就是說現在還活在嗎 或者說今天在不在講 可是在英文的時候呢 你有沒有阿嬤跟你阿嬤在不在 可以用同一句話表達 可以用同一句話表達 所以這個語言當中所包含的那個表達出來的世界的差別 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講一件事情 但是你講到無的時候你可以講說 任何的無的概念其實都存在 Being and Nothingness 這個沙特的書名 也是放在這邊 所以我可以 我就注意到這個問題就是 對西方世界來講 無的概念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因為語言中說不出來無到底是什麼 你只要說 Give me a definition about what is 無 你說無意思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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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後面講任何東西都表示它存在 沒有辦法區分說無是什麼 跟其實無什麼都不是 這個差別 因為沒有這個差別 所以無根本沒辦法被定義 不可能被定義 只能當成有來定義 它只有有的概念沒有無的概念 是這個意思 了解嗎 那就是代表說斯多噶它是一個 就是以語言為許相的 Exactly 所以才會有命題的邏輯 才會有命題的邏輯 它是以語言為主 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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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不是 誰不是以語言為主 你今天怎麼知道孔子存在 讀來的、聽來的、看來的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孫悟空存在 讀來的、看來的 讀來的、看來的 對不對 為什麼你看了 你有沒有看過孫悟空 什麼沒有看過 你當然看過了 你們有童年嗎 怎麼會沒有看過呢 有看過啊 當然有看過了 孫悟空你有沒有見過 沒有這個頭上那個金箍的孫悟空 在水連洞的時候金箍 他可以講哪一個什麼點 為什麼 套上去怎麼來的 都有故事 有脈絡可循啊 對不對 是他自己弄那個鐵環子 鎖在頭上的 還是別人放在他頭上的 鐵人放上去 不對 還可以糾正你 他自己放上去的 他一放上去之後 那個東西馬上就縮進了 然後呢 只要那個唐山上一念經 就越縮越緊 痛他要死 永遠拔不下來 變成很像是一個安全套環一樣在他頭上 故事是這樣的 很多人認為是這樣的 你不能夠講說孫悟空突然出來以後講 把那個鐵環拔下來把釋迦牟尼打了一頓 那這樣大家覺得說這個不叫孫悟空 這叫做悟空孫 這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故事跟歷史本身在性真的問題上來講 是舉著同步的地位 所以就沒有無的概念 你知道能夠被敘述的東西 就沒有存在的可能 對不對 這個是其實直到今天為止 語言跟物理世界所呈現的最大的差別 所以我跟你講一百年來 一百年來我們這個科學學對於物理學到底在幹嘛 已經沒辦法講了 遠遠超過我們的語言能表達的範圍了 那我還要再問 好 同學我們互動一下 就晚一點下課可能沒有關係 那個原子論者他到底是相對於Stoic 他們跨越了什麼反例 以至於他可以主張一個虛空這樣的東西 關鍵的 我剛剛講啦 關鍵就是傳統啊 關鍵就是傳統啊 你仔細想先蘇哲學Democrates的觀念是怎麼出來的 要突破Barmelette的觀念 有這個傳統 所以大家講的聽起來比較合理啊 他主要的觀點是你相信了原子論者以後 你就不用相信有個神在 你就不用害怕死亡的問題啊 所以這是一個根本上的信條 我不能夠這樣子講 其實我如果可以進一步發揮 我也問了跟你一樣問題 但是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不問他們怎麼會這樣想 我們只是說這種想法在我們身上來講 我們有沒有採信他的可信性 因為今天我們已經百分之一百相信的是原子論者 對不對 否則你怎麼考得到大學來呢 對不對 我們已經放棄了斯多噶學派 但斯多噶學派之所以變成羅馬帝國的主流思想 我們也可以理解 我們現在強調就理解而言它是重要的 其實它怎麼樣變成時代的主流 這個我們沒辦法回答啊 為什麼 比如說今天的現代物理學的發展 這個例子論的發展變成今天佔據主流位置 你現在聽過台大物理系哪一個人講說 不一定 我們事物永遠不用例子 那這個人根本就沒有資格在 他只能夠在那個易經學社教書 不能夠在物理系教書 對不對 這講得很清楚的 所以這個觀點為什麼我強調說 學術領域的分類一定要清楚 理性跟民性一定要分清楚 道理在這裡 我們先講到伊比鳩魯學派 為了要講得順一點 給大家一個基本的觀念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講到斯多噶哲學跟伊比鳩魯哲學 我不曉得是有意還是無意 把他們講成一種完全兩種對立的思想 斯多噶哲學的話呢 可以說稱之為順應自然 順應自然 然後呢伊比鳩魯學派呢 可謂之什麼呢 可謂之建構自然 我們今天討論到自然化哲學的時候 就有這兩種立場 我們問一個很理性的人 問台大物理系列任何人 他一定會說宇宙論與夸克 就是自然所呈現的最原始的面貌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問一個非常迷信的人 如果我們一起的話 在校外教學參訪這個仙宮廟 訪問裡面的道教學院 請了他們這個哲學獎第一名出來 他講的話呢 他們是怎麼樣呢 他們是完完全全回歸到人性最根本的單位 所以我想請大家注意 就是說我們對於自然的解釋 我們對於自然解釋就有這兩種的 截然不同的態度 一種的話呢 我們稱之為理性建構自然 另外一種的話呢 我們以感性順應自然 這個是無足為奇的 在我們的社會 搞不好在今天這個教室就有這兩種人 一種人相信提到神跟鬼的時候 覺得這個是非常真實 因為我這兩天啊 跟一些媒體人在一起聚會 我後來發覺媒體人對於超自然現象 一個就是問到那個關鍵時刻裡面報告的內容 有沒有可能有任何的真實 我一開始以為這個是不可能有真實 結果很多人就講得嘖嘖稱奇 另外又問到中醫的療效 大家更是無體投地 那我就很驚訝發覺這個順應自然跟建構自然 這兩種觀念 是影響我們社會非常艱巨的任務 那有什麼重要性呢? 重要性的話呢在哲學上來講 我們非常我們現在整個哲學的發展 當時發展全部是naturalization 我們這個六月份要開會 請一個最有名的科學哲學家 Alexander Berger 他認為倫理學 形上學的基本觀念就是natural kind 就自然到底有什麼的問題 我們一路上討論下來的問題都是 自然到底有什麼的問題 What's out there? 這為什麼這個問題非常有趣呢? 因為請大家把Permanides的觀念放進來想就想了 凡是存在的東西它就是具有存在的可能性 凡是不存在的東西就是沒有這種可能性 所以我一開始呢給大家講了 我們花了相當長的時間談了 我們花了相當長的時間談了斯多噶哲學 storic philosophy 斯多噶哲學為什麼花比較多的時間呢? 是因為我們要藉這個機會來聊西方哲學後來發展的主流思想 正統思想以及各種精神生命的啟發的來源 可是我們講到伊比鳩魯哲學的時候呢 這個態度呢就要完全放到今天 為什麼今天呢? 因為伊比鳩魯的哲學 他一開始在建構自然 在建構的過程當中 他提出了一個基本的標竿點 這個基本的標竿點就是一句話 自然是由原子所構成的 如果說只有這一句話 請同學注意這件事情 這一件事情 本身完全沒有根據 我們在座有些同學 高中的時候物理化學讀得很好 說不定大學也讀過一兩年的理工課 我們有心理學的同學 有數學系的同學 你們在學物理化學生物的時候 包含心理學的時候 他永遠只會告訴你 人的行為是由不同的片段部分粒子所組成的 但是為什麼這一句話 就是人的行為是由片段粒子組成的 或是整個世界是由粒子所組成的 或是說所有的化學裡面的反應是由粒子跟粒子之間產生了 Chain reaction這種產生了發生的 這個所有的觀念中最根本的一句話就是 世界就是這個自然是由粒子或者由原子所構成 這句話是不容許挑戰是一個公理 什麼叫公理 就是你必須假設它為真 你不能討論它本身的真實性對不對 所以這個話呢它非常硬 硬到什麼程度呢 硬到兩千年來它只有這一句話 相信我就相信一切 不相信我就沒有 這是像什麼 這跟上帝的信不信神存在是一樣的功效 如果你對於這個系統性的建構有一點概念的話 你會發覺相信世界是由粒子所構成的 跟相信這個世界是由上帝所創造的 這兩句話的本身的信念的強度 基本上一樣的 但是有一點非常不同 有一點哪一點非常不同呢? 就是我們以往對於經驗的定義 是來自於一種感性的定義 是一種順應我們情緒的定義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這個社會今天在台灣 台灣是理性跟迷信不太分的 我講這句話 對著這個螢幕講 傳播到全世界 我為什麼敢講這句話呢? 因為台灣最偉大的地方就是在於 從來沒有破壞過我們的傳統 在大陸的這個觀眾們他就知道 經過這一場破釋舊以後的那個破的程度 就連我老山東老家在屈服 都照樣破的基本上是相當徹底 它的破的基礎就是一個唯物論的基礎 嗜舊舊的什麼? 什麼叫做舊的? 那我們沒有沒有破除過沒有講直接一點 沒有迫害過我們的傳統所引發的結果 必然是那個原來非科學的傳統 跟今天那個全面當代科學的傳統結合在一起 這個是我所謂的理性跟理性不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同學們應該要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就說天啊我們原來活在兩種世界裡頭 我們原來活在兩種世界裡頭 所以我經常是問說如果你的人格要一致的話 你就看到媽祖繞進把它當成什麼? 當成無稽之坦 如果你是有人格一致性的話呢 你應該強調教育的本質就是應該強調科學能夠解釋的範圍 這個就是自然化嘛 naturalization 講的就是科學化的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大家了解這一點 那你對伊比丘魯學派裡面剩下的內容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奇怪 斯多噶講了三禮拜 怎麼伊比丘魯加上skeptic 一個禮拜就可以講完了 就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基本的信念 因為我們如果講基督教哲學 如果不講論證只講說上帝創造的一切 你今天知道有這樣子你頭髮長頭髮短 這一切都是上帝創造的 你今天會做任何事情 你現在會翻書 你現在會低頭 你現在會寫字 都是命定的 你不可能不寫這determined God's well decides everything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沒有什麼討論的空間 一分鐘就講完了 所以今天的科學世界最大的問題 也是最大的好處就是它的好處我先講 就是它的典範性奇強無比 為什麼 因為以前說上帝存在的那個經驗成真的環境不見了 你現在講 你現在叫鎮蘭宮的閻清鏢去扶著媽祖教走一走逛一圈可以 出來選總統就不一定選得上了 為什麼呢?大家心裡還有個譜啊 不能禮儀譜啊 對不對 但是呢你倒過來想 你如果倒過來想說你現在請 請一個人的話呢要拆掉媽祖廟 那也是不成的啊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活在兩種自然裡頭 可是對於伊比鳩魯學派的人而言 使得他們的經驗為真的條件今天太多了 太多了 物理學不要講 化學不要講 化學不要講 生物學 我跟各位強調 今天我們人性的尊嚴可能還有突破的點 就是三個學科 生物學 心理學 跟什麼呢?跟醫學 為什麼會有這三個學科 因為這三個學科有它的內在的相似性 他們都是講到說 有一個最奧妙的地方就是人的意識 人的大腦 生物學可以解釋所有的不用到腦的部分 都沒有問題 可是你用到腦的部分的話呢 就會出現很多地方想為什麼大腦的結構 所以我不能夠用例子的碰撞來解釋 要剩下要掰一些理由 要去做進一步演化理由 心理學也面對類似的困擾 醫學更是嚴重 醫學的話呢 我相信獸醫的發展一定會比人醫要快 因為你獸醫的話呢可以編造它的理由 可以說這個野獸感覺到快樂不快樂什麼的 但是人會講說 你說我快樂我根本不快樂 你說我神經病我其實沒有神經病 一個人總是有能力來鑑別自己到底是不是神經病 那麼這個權威性很難 因為醫生講說我專門研究神經病的 所以我製造神經病的結構 因此你的大腦符合這個結構 所以你就神經病的話呢 那這樣的話呢 你跟史達林有什麼不一樣 史達林就來這一套 把所有 史達林沒有什麼政治犯 全部是心理有病的人送到古拉格群島去治療 對不對 這個一律稱之為精神病 所以這個不但是對醫學的侮辱 而是對於本身當代限制所做的一個 這個什麼限制呢 就是說我們唯物論的限制只有這一句話 所以伊比丘魯的物理學 伊比丘魯的物理學就是這句話 然後如果你接受這個自然就是由原子所構成的 你接受了 我相信今天在座的人沒有人可以反對這一句話 為什麼 這是構成你現代知識的基礎 所以我反對這句話 你反對這句話馬上辦退學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學校當中就是依照這句話的觀念建立起來的 懂我這樣的意思嗎 當代科學 如果你捨不得退學 如果你要接受這句話 如果你不願意心悅臣服 那你當然學得綁手綁腳 所以我說我不乏那個什麼以前的什麼 很多那個林雲大師啊 到西藏學的藏傳密宗就是哲學系畢業的啦 哲學系的話別的沒用 在這種加強特異功能上來講的話呢 還具有蠻好的credit 對不對 如果說是你 我看到很多 我看到很多那個招搖算命的人 打電話給我 聽完 一見面 就不叫我主任叫我大師 我說欸欸欸你不要搞清楚 這不能亂叫 別的戲可以叫 我們這戲不能叫 你叫大師的話 我們免得預知未來 所以這個是基本觀念在這裡 大家要搞清楚 釐清了以後呢 這個就非常好談了 首先 接受原子論 就代表你接受了什麼論 機械論 對不對 接受原子論代表你接受的一種機械論 mechanism 這個字中音節在低音節 變成這個形容詞mechanistic是在後面 mechanism 如果你接受了機械論的話呢 就表示你接受了唯物論 materialism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你接受了唯物論以後 你就接受了所有的自然的一切 都是在這個觀念 都是在這個觀念下 就是說原子論 唯物論 機械論 三個概念集體下創造出來的 所以你說這個the word 在這種情況下 你會發覺 凡事不能夠被物化的 是沒有價值的 或者是你可以說 所以你就問我說 老師那倫理學有沒有幫助 有啊 什麼幫助 說了 助人為快樂之本啊 因為我要追求快樂 伊比喬如的觀念 所以我才助人啊 說助人後為 差點講成衰小 助人為倒霉之本 那我就倒霉我就不快樂 那我幹嘛助人呢 通通有位在的目的 如果斯多格講 No Good is good by its own sake It cannot be a means towards an end 就這個意思 所以說我們要講說 手段跟目的的區隔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 我們做的任何事情 人家講說 人家我每次請問 你報考哲學系的目的是什麼 這一天我心裡在想這個問題 你報考哲學系的目的是什麼 很多學生講 我的目的就是要準備轉系 因為其實我真的喜歡的是管醫院的科系 我們馬上就露出很微笑嘴眼 非常好 至少你誠實 那當然他這樣 那另外有一些比較厲害的 人是會演化的 會進步的對不對 你報考哲學目的 我好喜歡哲學 真的真的 老師你一定要相信我真的啦 我們一聽 那講講看你讀過什麼哲學的書 有啊 桑戴爾德什麼正義一場詩編之旅啊 他還有出飛的世界 這兩本書一不一樣 這兩本書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一個談正義一個談世界 我心裡就明白只看過書名啊 沒有辦法展現出intrinsic passion 內在的熱情 對於唯物的世界來講 這是不存在的 所以請同學了解 在這兩種自然觀當中 唯一能夠貫穿兩者 大概只有我們系的教學內容 只有哲學能夠貫穿這兩種自然 所以哲學的重要其實也就在這裡 今天如果說 你覺得哲學沒有用 對 因為你已經有一個自然世界 你現在我們現在活的跟周世紀 沒有兩樣嘛 對不對 一切都是科學發展觀啊 這是大陸十八大以後的既定方向嘛 好 那如果同學都了解 因為我講的這個非常合於道理啊 我就接下來就我們可以 很好的了解 整個世界一片迷茫為之開朗 一開始的時候呢 還彷彿若有光 最後的話呢 不得不戴起太陽眼鏡 來看一下這個世界 好 伊比鳩魯的宇宙觀 以永恆存在為主 因為沒有 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 就是永恆存在 沒有任何事物 沒有神沒一切的永久存在 所以我們從現在開始 把這裡面的五十九張投影片 唸給大家聽 六十多張的時候 唸給大家聽的時候呢 請大家注意 我們只要找到跟當代科學觀 哪一點不一樣 是我們要討論的 否則就順的下去了 沒有什麼好不一樣的 為什麼跟當代科學觀不一樣 要特別討論呢 因為當代科學觀 就是兩千年前伊比鳩魯學派的觀點 的進一步的延伸 所以他們的不一樣 那我們就要考慮到 在歷史的眾生中 在歷史的發展當中 有一些觀念是老早 就已經在那裡 有一些觀念是經過歷史的發展 後慢慢轉變的 那可是我們在講的時候 大家就會注意到 原來在希臘化時期 所討論到的哲學議題 今天很多人都不討論 表示我們更進了一步 把人對於情感內部的經驗 感覺的經驗 又做了進一步的化約 這是我們今天最大的悲哀 我們這個社會今天 比伊比鳩魯學派實在的悲哀 就是在於說我們往前 我們的唯物論 我們的原子論 我們的機械論 往前更進了一步 所以每一個人變成獨立的個體 這一家只有一個小孩 沒有兄弟姐妹 我實在都不忍心問 在座就說沒有兄弟姐妹的舉手 我不敢問你 因為這種人對我成長的時代來講 簡直就是 男的就是gig 女的就是princess 都是被欺負的對象 就是完全不能理解 可是現在已經變成了很難 我們那個時代兄弟姐妹一大堆 大家的話出去打不贏的話就叫哥哥來 哥哥也打不贏的話 兄弟倆一起上 我們這個就是那個時代的 好 沒有生命 物理發展的一種觀點 唯一存在的就是個體與空間 就是原子與空間 數量無限多 空間就是所處的位置 以及物體移動的範圍 個體與空間是兩個相排斥的概念 不是空間就是個體 我們上禮拜有解釋過 所以我跟大家稍微講得快一點 所有的事物為三度空間狀態是立體的 就是這個個體 原子根 就是原子在空間中移動 個體是一個最小最硬的原子所組成的 那麼空間包含使得運動成為可能的絕對虛無 我說過這個絕對虛無是個重要概念 nothingness 原子atoms 是伊比鳩魯的最小個體 沒有任何的個體比原子更小 原子所組成的原子群體 可以因為各樣的現象而有不同的變化 所以我現在看到這個同學 他穿的綠色的長袖的T-shirt 愛迪達斯的 後面的話也是長袖的T-shirt 黑色的 那你這個是白色的 你這個是這個藍灰的 我看到這些顏色 我真的看到顏色嗎? No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原子的組成 看到藍色的原子嗎? No 你看到原子的組成讓你看到藍色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我自己的內在生理結果 我看到的是藍色 搞不好有人得到色盲的時候他一看 他都是白的 或者說是色盲 我聽說因為我不是色盲 我聽說色盲把紅的跟好像綠的都看成白的 還是灰的我搞不清楚 但總而言之他看到顏色不一樣 就說他講的情況不一樣 但是有一點是不容質疑的就是 我們那個基本的觀念 所有的現象還是由原子所構成的 所有現象原子構成的請大家注意 這個這個有差別的 有差別的比如說 假如我們今天來上課的時候 前一天這個教室開了Party 日光燈全部被包了藍色的玻璃紙 那麼說藍色的玻璃紙的時候 你的這個顏色上面一幅 你底下的那個白的就會變成藍的 這個我知道 可是你那個黑的 你那個黃的變成什麼顏色 我可能需要一點想像力 所以換言之我們會看到的顏色 顏色的本身的組合 那個array of autumn 那個原子的組合是 那個原子的組合是固定的 可是我們每一個人的sense perception the perception of perceiving 能力是不一樣的 好 好 對了 不能夠無止的變化下去 因為原子群有限的變化可能 你只能形成少數的樣式 所以它變化我看到了呈現出來的 原子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 同樣的速度在運動 穩定的意思是一個整體的環境 其中所有的原子群所構成內容形式 所形成的固定模式 這個是穩定的 它這個是 但是這個例子跟例子啊 所看到的情況是 一直在變動當中 這句話非常具有哲學意涵 這句話意思是什麼呢 這句話呢 滿足了我們一個概念 我們一個哲學裡頭最根本的概念 這根本的概念是什麼呢 你說說看 我問你大家有問題 請問你 對你內心中最真實感覺的經驗內容 你的感覺 你的feeling 是穩定的還是變動的 你的感覺 你是覺得太簡單了 為什麼你覺得是變動的 這是好像 這是觀察的鐵鍋 你觀察自我 對 感覺自我的感覺 好 應該都是變動的 其實沒什麼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 我們感覺它出來是變動的 請問什麼東西變了 哇 這就不一樣 你也一定覺得是變動的對不對 請問什麼東西變了 什麼東西再變動 你出去留學一段時間回來之後 什麼再變動 你們心理系的人應該最懂這個 請問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有人講說 對不起 我已經不愛你了 啊 你變了 沒有人會講說是我變了 我沒有可是 你就是變了 就再也有點勇氣了 對 老子就變了 那女的突然一下變成這樣 請問你 老子 你到底哪裡變了 這個就很有意涵了對不對 你們心理系的 說說看 什麼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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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專家啊 啊 問卷變了 問卷的答案變了 情感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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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有情感現在沒情感 那個情感就是那個回憶造成的情緒變 那個回憶 哇 這個這個是psychological analysis 這個我要小心點 那個回憶 就是沒有當下 當下跟回憶內容不一樣了 那應該說是那個刺激造成的那個情緒感變了 那個這個這個有點敏感了 什麼刺激這個 這個就是asshole 這個什麼刺激 有刺激才有反應 沒刺激不反應 那繼續刺激會不會又會有感應 好啦 整體而言 這個問題的話呢 就是從心理角度來講 你也一定是不可以從單線的幾個例子轉變來解釋一個整個現象 你一定從什麼角度來解釋呢 你一定說 整 就是說 我現在有這個情感 因為這個心理同學講說情感 情感是一個整體 這個整體歸結為一句話 就是I'm crazily in love with you 變成說 I'm crazily in hatred with you 假如我們把它講得稍微極端一點 就說極愛變成極恨 那這個對方完全沒變 對方的情感狀態沒變 I remain loving you forever 什麼的 Don't make me sick 就是我們把每個人都講成極邪人 這個達到這個大家分析的理想 那這種情況下的話呢 那你再問說什麼變了以後呢 當然答案很簡單 就是讓你做出判斷的結構改變的 組合改變的 例子跟例子之間碰撞的關係導致它改變的 請大家注意 說整個自然是由原子所構成的這一句話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很符合我們的經驗你知道嗎 對不對 為什麼你們兩個剛剛都是說改變了對不對 那你們想到類似的感覺 符合我們什麼經驗 就是說我們的經驗中告訴我們 我們的內心世界的情感是變的 什麼變的 它組成的每個部分都在變了 比如說原來哇 挨得不得了 就已經三天沒吃飯了 我親眼見過大學的一個同學 一談戀愛的時候 三天門沒有開過來就在門裡頭 我們以為死掉了 後來他們說不要吵啊 我們繼續活著又活了三天 嚇死人了 突然呢兩個人呢三年沒見面了 整個變了 就是我們只有從整體的角度 我們每個人都有這種感覺 所以伊比鳩魯的那一句類似公理的話 類似axiom的話 不是空穴來風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在內心世界 進行一個introspection的時候 我們對於內心自我探討 你隨便問任何一個學科人問到最後 比如說大家講說前年的今天台灣經濟還非常好 怎麼今天變成這個樣 那你要分析的話分析說 那都是馬上去害的 如果馬上去害的話 那派刺客把他殺了不就好了 不是那麼簡單 為什麼整體上來講大家感覺變了 這整體當中包含非常多內容 還包含rumors了 還包含很多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各式各樣的操作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大家就了解了 就是說這句話能夠成形是有道理的 那發生的方向只有三種方向 一個呢就是碰撞 一個就是往下落 還有一個swerve就是unexpected 就是想不到他會那種偏邪啊各式各樣 好第三種就是swerve 那我就講這個運動 原子本身只有最基本的 或是不可數的大小啊形狀跟重量 是infinity無限多的 這種無限多的概念是為了要進一步的解釋 這種無限性的概念 這個跟當代的物理學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麼粗性跟次性 這個也是非常符合 所以到了17世紀的時候 就會有John Locke的觀念 他就是強到這部分 所以我們的經驗主義 我們看到的只是物體表現 我跟你講我剛剛講的這一套 講到epicurian的觀念 基本上就跟英國的經驗論裡面的基本上的內容 就是什麼白板啊經驗啊知識論 是如出一策的 然後啊然後呢這個講斯多噶的時候呢 雖然呢講到講到這個propositional logic這部分呢 其實比較像理性主義的一個基本的觀念就是說 我們在接觸經驗以前呢已經有一些基本的理念架構 這些東西是理性的 我不是說歷史在重複發展 我只是說有一些固定的哲學概念 它會自我把新的元素帶進來 什麼新的元素呢 英國經驗主義在發展的時候那個重要元素是 現代科學modern science 然後呢相信現代科學的民族 就是一個走上富強的民族 不相信的民族就是走向衰敗的民族 東歐西歐就很明顯 東歐的科學觀念一直發展到 這個在維也納捷克這一帶 所以他們一旦改制以後出來以後力量還是非常強 俄國本來是一個農業國家 俄國如何從農業國家變成一個工業國家 我覺得年輕人有必要的時候 在YouTube上打這一段 你就看裡面的故事內容 你看了會毛骨悚然啊 追求科學的過程是一種鋼鐵意志跟決心 真的是毛骨悚然 物理學就強調本質跟非本質 那麼本質的話呢就是具有根本的意義 永久性 permanent accompaniment 物體是印的這是粗性 還有另外一種非本質性的特徵 比如說對一個人而言成為奴隸或是貧窮 都是偶然因素造成的結果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我可能不能夠改變我的物理特質 我可以改變我的社會特質 我可以貧窮可以致富 那當然反過來致富也可以變得貧窮 那麼這個最重要是原子本身的存在狀態 在現象學的分析中 在現象分析中並不具有本體論或存有學上的優先性 換言之我們不討論原子哪來的 不是我們只是用它來當用功底作為解釋一切的開始 對這句話是存而不論的 這個觀念指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的世界 所有其他的可能世界 偶然因素而生成的結合體 都具有有限的存在時間 所以說是我們的世界我們所看到的一切 它是說是一種有限的就是各種狀態 世界的生成可以說完全因為 是原子因為各種運動的聚集 也不需要任何型態的超越概念 作為創造世界的主因 所以說原子論、極限論、唯物論的結果 對於歐洲人來講很重要就是無神論 就是否定了上帝的存在 否定了上帝的存在 對我們今天來講的話呢 我這個西洋哲學時刻 遇到最大的挑戰 就是每次我要開始上中世紀哲學的時候 一講到上帝存在或是上到知識論 上到迪卡爾的時候 說我是故我在是由神所保證的 上到萊伯尼茲的時候講說我們每一個人共同 學生擁有的世界 之所以的話呢我們的這個事實所構成的世界 跟我們用這個理性所構成的世界 彼此之間能夠一致的是因為神的保證 或是說講到Burkett的時候 是因為神讓我們集體擁有共同的世界 所以能夠才有共同的經驗之覺的時候 底下學生全部露出一種不屑的神情 就是這個老師是甲雞頭那種味道 非常非常難教 面對很大的壓力 就是說我其實可以fight back 對不對 我說媽你有本你去讀物理系啊 你跑到這邊來欺負我幹嘛 那先講人家又沒這個意思 他們也是受害人啊 對不對 他們就你們啦 你們也是受害人啊 對不對 你哪裡知道 因為你一開始被一個公理的灌在腦袋當中啊 你覺得講到上帝什麼的 你感覺上是很不一樣 所以說神對於伊比丘魯而言是理想的存有狀態 也是道德上美好的生活模範 但與人類生活是有區隔的 我們現在在演化論跟創造論的討論的初步的綜合 被科學主義者反對 就是他們認為說我們不要講神是神 不是個divine being 是一個intelligent being 是個有智慧的 being 這樣的存有概念 不為科學論者所接受 這是一個ongoing debate 是這樣的討論 好 知識 知識論 知識論的基礎 知識論的基礎就是法條canonic 就是所有的經驗察覺都為真 這裡所謂真的是representational 或者representative 還要用到洛克爾的觀念 就是經驗是我們所僅有的 經驗是呈現出來的 表示經驗不會亂呈現 經驗呈現出來的真就是真實的 不是說他本質不是命題的真 stoic講的是命題的真 比如說我跟你講說 It is true that I am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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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本身就是真實可以被檢驗 跟 但是檢驗之前呢 命題本身是唯一的真實要件 這是stoic 可是 因為 伊比丘魯的 形上學的公理 是一個存在的設定 世界 自然是由原子所構成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 今夜所察覺的內容 就是真實世界的表真 不需要從語言句型中來檢驗真質 這個 那最為清晰的就是視覺 這個 simulaca 就是說 當我們看到外在的物體 他從 這個不斷地從我們能夠體察到的內容 源裂出來留著我們的環境想法 這種觀念 脫離其他所屬的個體 留下我們的眼睛 眼睛也機械式的 所以有機械收入這些 因為 因為我已經一開始 把這個需要理解的這個 概念部分做了一個說明 所以我這邊就可以講得稍微快一點 所以說我們掌握到這些資料 就像照相一樣 不會出錯的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是 推理成為外在宿物本身的過程 包含判斷能力的展示 這個部分有可能出錯 就是說我們對於初性的觀察不會出錯 所以你講到顏色啊大小啊 形狀啊 這個不會出錯 可是你進一步講 說哇好正 哇這個好英俊 哇好吸引人 好吵好慢好壯 這個 你講到這個部分 這個通通就是有一種判斷的結果 那這個就不一定 有可能出錯 所以 一比一路它最主要的 知識的三大標準 第一個 就是感官知覺 sensations 第二個就是feeling 第三個就是prolapses 就是我們所謂的intuition 直覺 是 那麼感官知覺是靈魂中透過機械 而可以查證出來的 這個感官知覺跟我們的感覺不一樣 這個 這個 外在宿物的影像是感官知覺 那麼它是無錯的 因為過程是機械式的 像照相一樣不會出錯 這個照片純粹只是從機械式方式 將光所照亮的部分轉到我們鏡片當中 那麼錯誤發生在我們對於這些資料的詮釋 這個沒有問題 好 那麼這個是表證是representational 而不是透過語言所斷定 感官知覺為真的理由正是因為外在的物理內容 正確地為感官機關這個器官所表證 那麼 這個是一個部分 嚴格來講因為原子論的關係 沒有哪兩個感官知覺會是可以共良的 嚴格來講什麼意思呢我稍微解釋一下 就說因為原子是處於 原子是所有的情況下都是變動當中的 好 當我們發覺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聽過人家講過一句話 我問你一個問題 有一點敏感 你如果覺得有一點這個不舒服你就不要回答 我問你們兩個好了 我問大家好 這個我現在已經快 我已經到了要年紀夠大了可以問這個問題了 就是我問你喔 不管你有沒有談過戀愛 不管你有沒有談過戀愛 我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有 因為大家都很早熟 不管你有沒有談戀愛 請問你喔 談戀愛是 談戀愛這個概念 讓我們用一個corporealism 就個體化概念來想 談戀愛這件事情是 是你在戀愛的過程中才發現你已經戀愛了 還是你清楚的知道你現在還沒有戀愛還是已經戀愛了 是哪一種 我的問題清不清楚我再問一遍 請問你 因為談戀愛對我們來講是人生最重要的大事 對不對 因為我們we would die for it 勝過於為國家作戰 對不對 所以這很重要 人家愛國現在沒有人愛國 大家愛人 談戀愛很重要 很具體這樣說 談戀愛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你們講說 哇我 談戀愛不重要的人就是 輔導到蔡老師那邊上課 準備出家了 這個基本上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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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道理也有道理 因為這個對我對我們一般一般理解一般理解 沒有沒有特別任何其事 所以這件事情很重要 請問你談戀愛這件事情 通常來講 不管你有沒有談戀愛就憑想像 你是當場就知道說 唉唷這個很重要的事情要發生要發生 發生了 還是說還是說 唉唷 過了兩年向前 我那時候好像談了一場戀愛的 這是第二種答案 A B 還有C是 在中間 唉唷奇怪了 我怎麼晚上也夢到這個人 然後白天也想這個人 然後就突然都不餓了 然後突然 沒有吃飯反而變胖了 唉唷這個現象 然後就找人疑問 人就說 對不起 你談戀愛啦你 是哪一場 是A還是B還是C C 你覺得是A還是B還是C 我覺得是 絕對不是B就對了 就是A或者C 因為A跟C我感覺有點不像 A是什麼 A是 感覺到它很明顯存在喔 A跟C完全不一樣呢 A是感覺到說 談戀愛是一個地雷 A就很近了很近了 老師炸死了啦 你已經 小三來了啦 你 A是這樣子啊 那你這個 戀愛就是地雷 也不 就是我們會有很大的感覺啊 我不是說戀愛的地雷 蛤 相敬如賓 你有沒有什麼 你覺得是A還是B還是C 啊 我覺得談戀愛的感覺 是 可是交 就是 你真的 講說 可能有某 我如果說交往的話就A啦 然後談戀愛的那種感覺是C C很悲慘 C非常悲慘 沒有D的可能性嗎 有沒有D的可能性 我跟妳講齁 妳做了一個很清楚的概念 妳講那個交往齁 不是我講的意思 我講的是玩命 就是說 玩命 就是說不愛國了 就是講說 就是說 請台獨在旺報寫文章這種感覺 就是為了愛情可以犧牲一切這種味道 所以交往的可能性要排除掉 對不對 妳覺得是A還是B還是C B啊 D啊 D是什麼 D是不知道 empty word 只有在這個原子在虛無中碰撞 是D啊 對啊 不是 妳是說人是豬是吧 D是另外一選 我覺得是那種瞬間的感覺 可是它會一直改變 所以 只有瞬間走出去 所以一直說 妳講得很痛 妳講得很痛 妳那個是 妳那是對妳男朋友講的話 妳不能拿對我們講 我們在理性思考 我跟妳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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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個 因為其實啊 妳剛剛感到 來來來來 心理學機械論再分析一下 對心理學來講 妳看是A還是B還是C 我跟妳講 妳們心理學要常常到我們現在上課 沒得失去人性啊 你知道嗎 D 感情的因素在虛無中碰撞 無時無刻的碰撞當中 就像他講的一樣 不是 蛤 對 接近他對不對 好 那人生沒去啊 對不對 就是說 一回頭想起 當時我的碰撞的因素 一直沒停止過 而我渾然不覺 就這樣 這個嗎 這個 妳不能讓妳的partner聽到 你知道嗎 她覺得她跟機器人談戀愛 早知道她就拿著遙控器 繼續談戀愛了 好 A還是B還是C 我覺得答案是都有啦 都有 我跟妳講 尤其是A最神奇啦 A最神奇 因為我們那個時代很保守 我跟妳講 不保守是沒有辦法談戀愛的啦 懂嗎 因為這個戀愛這個東西 是人最後一道神秘的防線 因為感覺上的love so right 這不是很好理解的對不對 我跟妳講 我們那個時代很多人啊 很害羞 彼此不敢表白 後來到了 在美國功成名就了 千真萬修我東海同學的故事 在紐約中央公園一見面 妳不是 對啊 我一定要告訴妳 我其實在大學暗戀妳四年 那妳就講妳不早講 我也暗戀妳四年 好 我要強調的重點是 所有的人的最珍惜的感覺 我們是用語言方式把它講成一個個體 叫做談戀愛 其實沒有這個東西 有的時候妳不知道 對我剛剛的故事沒講完 就是那個女的講說 那真的 然後那男的一個劍步往前說 那妳在美國做什麼 正在陷入思想當中 突然 Tom跟Jack回來講說 媽媽 哥哥搶我球 一看 兒女成群了 感覺很遺憾 這是A啦 A了 就是事後才發覺 事後才發覺 真的有這種事情 我只要證明說 伊比九路有一個觀念很正 就是說我們的情感的狀態是無時無刻 都是在變動當中的 這個就是說 只是我們什麼呢 我們用語言一直在欺騙我們 你不是用語言欺騙別人 是要欺騙你自己 就是說 我 我跟你講當你問說 是不是還在 我還愛不愛他的時候 這個已經結束了 語言都是比情感慢一些 對不對 因為你想想看 你總是要思考說 我現在的感覺是什麼嘛 對不對 所以說 那個情感早就過去了 比如說你寫說 你寫說 3月27號說 最棒的一刻 寫完就講說 寫到最後你講說 其實好像蠻空洞的 對不對 那就是說表示你的思想的內容 一直是比你的語言走得快 一比九路講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沒有哪一種感官知覺是可以共量 比如說我們現在 你拿你自己的感覺 你就可以發覺說整個過程中 是整個持續的嘛 嚴格來講每一天都不一樣了 每天都不一樣 否則的話它不會出現一個極度的轉變嘛 這也是解釋了我們內心的思覺 所以呢 第二種知識是直覺 也解釋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這個觀念就是說我們啊 確實 把心理中的一個狀態 透過一個名詞 做一個限定式的定義 而這個限定式的定義呢 並不能夠真正的呈現出來 我們的情感 那麼這是一個很普通的概念 可是呢 這個概念呢 出現了一個 理解上的一個落差 就是我們常常很相信文字語言的同時 搞得有點混淆 不知道我們的情感到底怎麼一回事 答案很簡單 至少 Epicurean 在這個問題上提供了一個答案 就是我們的情感一直是栗子碰撞的結果 所以沒有兩種狀態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栗子一直碰撞的關係 所以發生因素 這個解釋了我們很多心裡的想法了 那麼這當然也構成了現代科學發展很重要的標準 第三種真理的標準是 感覺可以進一步分為兩類 享樂與痛苦 對一比九路來講的話呢 這個很簡單 就當然就是 享樂就是善惡就是痛苦 那麼一比九路將獲得真理的過程 也分成兩類 一個就是attestation 經驗驗證 另外一個是non-contestation 就是一種融貫的驗證 我把它翻譯成這樣子 經驗的話呢是 就是在科學範圍中 扮演的角色比較輕 因為基本上就是透過歸納 找出感官知覺普遍化的可能 這個我們一般人都是這樣 最為重要的關懷在於如何突破經驗層次 將知識延伸到 宇宙中經驗無法察覺的部分 那麼經驗無法證實 所以所有的理論假設必須跟經驗 維持一貫的融貫的關係 這叫non-attestation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其實在 在這個我們一般來講啊 受教育的過程中啊 這個也是最重要最難得的一部分 我是不曉得大家是不是了解啊 我們來大學讀書不是為了學東西的 尤其不是為了從課本中學東西 也不是跟老師學東西 因為老師知道的東西 你一字不漏的抄下來這個不叫學習 這叫附送 附送的話呢 以前我當兵的時候就是附送 長官講的話大家跟著附送大聲唸出來 唸完以後馬上忘掉了 根本沒有用的 那麼真正的學習是說什麼呢 是透過理解 然後找出課本中或老師所不知道的東西 這個叫創意叫突破 那所以一般來講的話呢 我們在學習過程的期待也是如此 今天啊我們對於教育感覺很失望的原因 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為在學習的過程中呢 到底該學什麼東西 模糊了 大家以為來了學校最近我們鬧了一個便包師傅 要吵著去要拿碩士學位 不給他碩士學位的讀社會機會 他沒有不爽總統就不爽了 帶頭要破壞體制荒唐 要像我這樣很誠實講 讀碩士跟做麵包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何苦咧 這個實際上 就是說這個學位如果說讀碩士一定會做麵包的話 大家不都搶著讀碩士 就是沒有關係嘛 所以大家就是 另外倒過來講也一樣啊 你受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說要認識人有人脈好賣麵包 這個沒話講 那你到哪去不都行嗎 我們專門為那個麵包師傅開一班 我們EMBAB對不對 就是這個 這個About the bread 對不對 就可以了 那你就不用 所有全國賣麵包在一起 他們互相傳 大家互相試吃麵包 不就解決了 不是這回事啊 其實這個受教育的目的 就是要找出這個沒有直接 驗證關係的知識跟經驗的這種 融貫的關係 non-attestation non-contestation 融貫的關係出現在科學領域中 譬如天文學裡頭 出現一個以上的理論可以通過一致性的要求 什麼一致性的要求追求的是理論的融貫性 不是真實性 換言之什麼呢 就是說反正物體的基本的道理都一樣 那你怎麼樣用理論來解釋它組成的方式 我們剛剛舉那個例子啊 剛剛你剛剛錯過了 我們在談了半堂課的愛情啊 我們剛剛舉那個例子啊 說明了很重要的一件是什麼呢 就是我相信愛情是沒有辦法用心理學或哲學來研究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們心理學有研究愛情的嗎 有嗎 有這種人嗎 有對不對 可是我相信沒有這種人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做任何研究之前 而且你總會知道你研究的對象是什麼吧 對不對 You have to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我告訴你沒有一個人知道愛情是什麼 We don't even know w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為什麼沒有人知道 因為那個是一個所有的無限多的因素的集結的一個結果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有關於愛情的心理學論文拿出來以後一定只有作者跟兩個審查論文的人再加上印刷的人讀過其他沒有人讀過 因為每個人在自己的領域當中都是專家幹嘛讀別人的呢 對不對 這也是說清楚 但是這個題目為什麼很特別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是一個情感上面發展的過程當中 而且怎麼樣呢 而且有多少個人就有多少種解釋 而且每一個人經過一段時間他會有新的解釋 新的體悟啦 對不對 所以我們喜歡這個唱這個歌的時候呢 喜歡用體悟來把愛情連在一起 或者說是這個 喝醉後才知道酒厲害 你不太戀愛不知道愛厲害 對不對 這誰講的話你知道嗎 胡適講的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也就說明了 這也說明了就是說 伊比喬魯他就這個理論呢 具有現代當代科學的概念 你可以舉出無限多種的理論假設 但是呢我們 一個理論有可能為真但不是絕對為真 因為它追求的是跟真實的融貫性 而不是絕對性 所以是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那伊比喬魯認為所有的科學理論都是真實 因為他們都已經符合了知識為真的標準 因為感覺就是知識為真的標準 所以感官知覺感覺以及直覺這部分 這假設的內在可能性 這個是我們以前的 好那最後就談到它這個倫理學部分 我們分成三個部分談 上帝的部分非常簡單啊 就因為無神論者有所談什麼上帝呢 對不對 這個大家 趨向中心、地心、天文學論觀念不同 這個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這伊比喬魯跟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趨向中心理論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啊 如果是原始論的話 就沒有宇宙的中心 如果是人類中心論 那人就是宇宙的中心 對不對 這個世界有沒有中心 差別很多啊 對不對 如果人不是中心 地球只是宇宙中的一粒沙 人只是這粒沙上面的污垢 那這樣子的話呢 好 好 這個 沒有創造世界的神 而且我們的世界是無數多可能世界之一 一連串偶然因素法產生了一個極大的結果 這一些觀念 這一些觀念都是怎麼樣 這些觀念都是跟現代當代物理學是很像的 這我們講的只是單純的一個 從公理上所推論的結果 任何創造論的觀念都可以經由機械式的發展 透過偶然的力量極大的範圍內來解釋 好 那麼伊比丘魯呢 對於神的需求呢 就我剛剛強調的 真善美聖 伊比丘魯解決了真的問題 又對於善美聖 不否認他們的存在 只是他們的存在必須要 對於對應於我們的感覺 我們的感覺 我們的感官知覺是決定真實標準 比如說 孝順父母讓你產生 舒服的感覺 那就是它存在的重要價值 有美感的社會 本身來講 通通當成工具式的理解 一個靜神的社會 比較祥和 那就靜神吧 是這個觀念 所以我們今天來講的話呢 手段跟目的的區分 比如說我們現在 我跟大家強調一點喔 其實我們系喔 所學的學問喔 有一點跟現在社會越走越遠 越差越遠 就是手段跟目的 我們系的學問是結合的 人家每個人問我說 讀哲學有什麼用的時候 其實我現在做了一個很努力的事情 我一天花了很多時間在做 證明哲學有用的時候 我做了很多計畫 我的助理他們都知道 我們開很多會 我在做這個證明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內心中是很明白 就是最終我要證明就是 我們哲學這個學問是手段跟目的是結合的 你必須 你必須喜歡它 但是我們現在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我們有很多方 我們面對很多方面的挑戰 第一個就是世俗的價值 大家認為說高等教育 基本上就是一種就業所的一種先修班 那如果說你不能夠就業 所以你能就什麼業呢? 那我們就 好吧 我們就說從這方面來迎合這個世俗的趨勢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國內高等教育的趨勢 就是說我不是要讀哲學系 我是要讀台大 那麼這種人也是大有人在 所以我們也很無奈 但是我強調了說 手段跟目的不可分離的這個觀念本身 我自己的信心都慢慢在動搖當中 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發覺說 任何事情for its own sake 就我做這件事情完全就是因為這個理由 你比如說我自己有小孩 我剛跟大家聊到愛情的問題 我最近我跟我太太就是常常在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太太說要人品要端正啦 那麼最好是人面人心啊 那麼這個然後呢就是 這是小孩彼此之間的事情啊對不對? 那我太太講說環境要不錯啦 就是考到外在條件 那其實我以前每次我對第三個條件呢 因為我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 那我每次清到第三個條件 我年輕的時候呢大加譴責 覺得呢既然是他們之間的事情的話呢 這個環境的問題因素加進來顯得很低俗 不可能有真實的前面兩個條件 可是我現在呢 發覺我也變成一比九路學派了 發覺呢手段跟目的呢可以輕微的分開 因為它可以達到某種這種效果 這個是這樣子的意思 我解釋這個意思啊 是為了舉一個很殘酷的例子 並不代表我真的這樣想 但是我不能拿任何人做例子 所以我只好拿自己做例子 好 那麼神指是一個快樂生命的理想化境界 那這大家都很好理解 第二個hadoism 享樂主義 這個是一比九路被人詬病很深的地方 就是說你追求快樂啊什麼的 epicurance 我們到現在都可以罵人 一個只知道禮拜六禮拜天跑夜店的人 禮拜一到禮拜五都在睡覺的人 我們叫做就是一個epicurance 就只有那種肉欲上的快感 其他沒有任何真實的意義 這樣子的情況 這個是一個epicurance 其實這是很大的錯誤 那麼快樂是人生的目標 痛苦都是壞的 所以這叫hadoism 我們不叫他epicurance 但是呢 如果我們採用簡卜的生活 只要滿足 所以這個採取東梨下 悠然見南山啊 如果你這個人欲望很低的話呢 你就很容易快樂 對不對 那麼這個 所以說呢 心靈上的快樂可以彌補身體上的快樂 最高層次的快樂 不管是心靈的還是身體的呢 都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 也就是靜止的快樂 這死了最好的那種感覺 就是這樣 所以說他強調是心靈的 人人基本上呢 存在就是為了最小化痛苦 那麼極大化快樂跟極小化痛苦 都是這個原則 那麼以簡卜為達到快樂 靈魂需要研究物理學 因為物理學提供靜止的狀態 沒有害怕於死亡 死亡不受任何干擾 我我我我強調啊 這個我們班上有數學系的學生啊 這個很多人會覺得說 如果你有本領賺大錢 你為什麼不去賺大錢 這個理論呢 對我們來講好像成立 可是因為我在這個研究計畫當中 牽涉到有學科學的啦 學醫學的啦 學這個 學電的啦 學物理的 台大有很多老師啊 我真的 我最近發覺啊 台大這個學校真的太偉大了 台大這個 學生社會主義信徒居多 老師啊 博愛主義信徒居多 很多老師完全 完全我我我 我現在弄得有一點不好意思 就是說 很多老師做事不要錢的 有一些更誇張做事不但不要錢 而且還不要命的 也發生了 那還有一種像我這樣子 假裝不要錢就不要命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奇怪 非常奇怪 我難以難以理解 但是你大家 大家我們學生社會主義居多 我們學生看樣子慘了 學校在弥漫的學生彼此之間 大部分冷感啊 激動的社會主義居多 我們學生裡頭 我很少看到學生穿著西裝筆挺的 立志做財經人士 已經管院都很少看到 不多見 大家都低調 覺得說不符合潮流 但是老師本身的精神 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特別 有一點這個 Ataraxia Ataraxia就是 就是沒有不受價值 Axia就是希臘文的價值的意思 Ataraxia Ataraxia就是 加上A就是佛 不受價值影響 不受任何價值影響 好 那麼這個 物理學者也告訴我們 反對令人成為命定論者的決定論 因為什麼呢 這倒是很有趣 斯多噶學派呢 還要廢大廢周章來反對這個決定論 伊比九魯因為有Swerve的概念 所以呢 他先排除了決定論 就我們不必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人就自由的 好 那麼如何規劃與規定 追求最大快樂的原則與方法成為伊比九魯學派 追求理想人生的關鍵因素 身體的感覺因而成為關鍵 無論是心靈的快樂和痛苦 最終都是與有關身體的滿足或不滿意 好 那麼心靈的感覺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請大家稍微 就無痛狀態 這個Aponia Painless 就是這個 就是Tranquility 這個Ataraxia 好 好 那麼寧靜啊 來自了解宇宙啊 宇宙的本質啊 是寧靜的這些觀念 是我們這個 可以大家進一步了解的部分 好 我現在呢在介紹這個伊比九魯這個 倫理學的時候呢 是延續著他們的物理學 就是 整個自然是我們建構的 就是原子在自然中碰撞 然後他的知識論 就是我們的感官知覺 我們的感覺以及我們的直覺 三種構成的知識 是否為真的標準 除此之外 沒有任何其他可以訴求的工具 那在這種情況下 建構出來的倫理學 當然很自然的 因為你相信感官知覺 那麼人的本質上 當然就是要避免痛苦 追求快樂 這個道理就在如此 所以我可以讓大家了解的稍微快一點 好 就連自然的慾望都不見得是必須的 比如說禁食是必須的 但山山海味不是必須的 這些我們一般人養生上的觀念都會存在的 我跟大家強調一個觀念 就是說我經常 我現在其實國會做的計畫 也在做這個計畫 就是說我們做的對著自然 一個是建構的 一個是順應的 可是我們從來就沒有想到第三種 就是自然被我們無限制使用的 所以我們 我其實在想 我其實在想 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科技與社會這個學會 在我們戲館開會 STS 我是負責評論核能 有關於核能是否適當的這個文章 我評論的 一開始我講的第一句話就是 大家都反對核能 但是我們今天這個屋子在開冷氣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很多人 很多人 心口不一致 為什麼心口不一致呢 就是它直覺式的反映出來我們對自然的概念 我們對自然的概念中 大家可以沒有話講的接受 順應自然還是建構自然沒有問題 可是說 無止境的宰治自然這個觀念 這個觀念是有歷史傳統的 可是大家聽起來覺得不好聽 為什麼 因為它是 我跟大家強調 這個觀念無止境的宰治自然 是基督教的觀念 是Thanksgiving 的概念 是美國人開發北美洲的概念 這個概念 是讓美國人在那種天寒地中的北美洲能夠活下來的理由 在現代的環境當中突然之間被變成譴責的對象 你找不出這種理由 但這個有傳統 所以我們其實古代哲學是有三種傳統 一種是斯托戈式的 一種是伊比丘魯式的 一種是現 後來是基督教式的 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忽略了 很多忽略的觀念 為什麼他們彼此之間 有相似的有不相似的 但是歷史的傳統 是我們讀哲學史最大的幫助 告訴我們 任何事情的發展 以前都有前蹟可循 我們今天的想法觀念並不是 unprecedented 並不是這個前所未見的 這觀念在此 好 那麼 如果在這種情況 那麼這個我們要講到這個伊比丘魯的這個Hedoism 就是要談到他的這個友誼的價值 就正義跟社會 這個伊比丘魯學辦呢非常特殊的一點 這個我自己正在理解 就是說正義並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同伴之間 就是說同伴之間的話呢 對他來講的話是特別重要 因為有這個有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伊比丘魯是一個離群所居的 是一個出世的組織的 是一個單獨聚集在一起的 感覺上的話呢 有一點那種兼愛非公墨家的思想 他們成立自己的 就跟別人與世隔離 是這樣的一個生活方式 所以正義來講的話呢不太重要 因為什麼呢 因為正義就牽涉到大家彼此遵循共同的規則 那麼這個正義的重要性呢 所以相信正義的重要性 這是蘇柏亞傳統下來的正義 可是一般來講的話 相信友誼的重要性呢 比較像是墨家幫派的想法 四海啊 竹聯啊這個觀念 伊比丘魯的話呢相信主要 所以我們整個社會中 對於友誼這個問題的看法 尤其是在我們自己的社會 其實評價並不高 都會覺得說對不對 寶人就是人呆啦 這個打虎要靠親兄弟啦 就沒有什麼樣呢 就沒有真正值得我們信賴人 除了家庭的血緣以外 這是典型的斯多噶式的觀念 可是伊比丘魯在這個問題就是 跨越他很像是 我用墨家我不懂啦 但是我主要是強調就是說 那種兼愛非公的思想 基本上是強調了一種 一種離群所居成為這種強調友誼 對於Friendship的強調 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也是非常強調 尤其是Nicomachia Ethics 也有強調這部分 但是沒有這麼重要超越了正義 所以這個斯多噶學派的話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點 那麼友誼是伊比丘魯哲學社群的共同基礎 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正義的想法太philosophical 友誼的想法非常好理解 我感覺得出來啊 這個我們兩輩之間呢 如果說我們三十年是一個generation的話呢 我們這個generation 可能因為成長過程都不公不義 所以對於正義很care 那但是我們絕大多數人 因為我們所處的環境啊 是讀了書後都出國的 而且很多人也沒回來 所以對於這個Friendship的概念呢 真的是接觸的實在很少 但是你們這話呢 很多人啊就是朋友朋友 我的小孩每天開口閉口 就是朋友朋友 比父母好像還重要的感覺一樣 這觀念上不一樣 所以我每次讀到Epicurent 有關於Friendship的概念 我就覺得說放在有正義之上 我覺得是一個題目 但我沒有能力消化它 沒有能力消化它 所以對 就是說友誼本身被視為快樂 不像政治的概念 包含了工具中的理念於其中 就是正義啦 正義的概念 所以說是這個 不同於正義的理念 好 那麼現在講到free will 那麼很簡單 決定論有兩種立場 我們上次討論到斯多噶的決定論的時候 要分成四種論證 有分成各種情況要強調 你到底還有沒有獨立做主 你有沒有做出不一樣的決定的可能 你是受到什麼樣的理由的限制 來解釋這個人還是自由的 可是伊比鳩魯學法沒有這個問題 第一個它就否定真假二字對立的原則 這個是很重要的邏輯突破 事實上的話呢 事實上我們現在 現代物理學發展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 我們要突破真假二字對立的原則 這個叫principal of violence 這是很重要邏輯課題 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科學已經發展一百年的 基本上是否定了這一條 因為我們科學講究probability 就否定了這一條 講究這個豁然率嘛 講究機率就否定這一條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的話呢 我們的語言當中沒有辦法 否定二字對立 遲疑大家都會問說 你到底有沒有拿這個東西 有還是沒有 你一遲疑 一遲疑他說那就是有 遲疑就是有 所以每個人答還要很快 沒有 絕對沒有 這意思就是這樣的人 趕快把我什麼呢 什麼 他說什麼趕快把我幹什麼 碎屍萬段還是什麼東西 就這樣情況 所以說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的話呢 那就表示這個命題為真的理由 僅是因為原因在這個世界中 屬於運作狀態 而且足以使事件發生 所以會發生必然發生 這個是二字對立所出現的結果 那麼未必為真 否定二元真假之原則可以沿用到未來命題 他就是否認這個觀點 第二種的話就是swerved 碰撞的關係 他也是否定了這個觀念 所以呢這個角度來講 人就是自由的 因為是沒有 因為我們人的狀態 我們人的情感的狀態也是原子 從重新碰撞聚合的結果 是這樣的感覺 在物理學的領域當中 Eubi達然認為原子運動的原則 並不必然是決定論的 所以說swerved 是一個重要的理由 問題是最後一個問題啊 我們有關Eubi達然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 swerved 跟自由意志 之間的關係是怎麼連在一起的 這是個大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自由意志感覺是非常唯心的 Idealistic 那swerved 的話呢是一種物理狀態的一種假設 這種物理狀態的假設並不足以說明 我們到底要把他們怎麼樣 把兩個解釋在一起 我們只能夠說非決定論的偏學 是最能夠展現非決定論的方式 而間接的顯示了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那麼也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得出來呢 死亡是沒有意義的啊也不用害怕 因為呢我們對於死亡意義呢是來自於一種不存在的恐懼 這種不存在恐懼呢沒有理由害怕它 因為我們等於是回到不存在以前 那麼這種感覺都是很荒唐的 好 第一的事情就是我們作為有限的存有者 就只能知道生命中的樂趣 這個觀點 這個觀點 我相信 在座都是年輕人 大概就這個觀點 班上應該沒有人會反對的 所以我們這個Idealistic學派呢 就用一個很激烈的立場作為結論 那這個我在這個換頭影片的過程中啊 看看同學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自開 來 請說 我問一下就是 伊比丘魯他的世界觀是 就是原始論式的世界觀嗎? 那他會覺得就是例子會有 就是 就是 用羅斯的話是absolute sense 然後大 那樣子 他是用那種絕對的向下運動 然後跟華語就是swear 然後跟那個碰撞 那 華語不是 不是 華語不是下滑空 華語是 一種偏邪就是完全不可預料的 對 他一般來講他是會向下的嗎? 然後隨機的他會有偏邪的現象 對 可是我想問的是他這種絕對的向下 是不是就代表他預設這個宇宙是有絕對方向性的 沒有啊 他是三位他是立體空間沒有方向性的 沒有上 對 如果從現在這個宇宙觀來看就是沒有絕對所謂上或者是下 對 因為就也是這樣沒有絕對的上或下 沒有 所以才沒有宇宙中心的概念 那為什麼立體會是往下的 他就是他自己有重量嘛 就是趕快進去往下落 但是假設他是這樣移動的 移動 碰撞 還有 就包含所有運動的可能性 還有swerve 可是他應該會主張的是 他是往下的 而不是 對他會想往下的原因就是他假設他有重量會往下 就這樣 所以他是假設有重量的東西就要往下 對 就這樣 對這個是 這個問題不錯 這個跟現在的科學 因為說他不能夠脫離感官知覺嘛 感官知覺中 你不能假設說有重量的東西還往上飄 那重力就沒辦法解釋對不對 這樣 可是事實上現在講跨殼的話搞不好就是這樣子 搞不好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運行的規則的話 搞不好很重很重的東西 這個真正的當代的這個粒子物理學的發展我不清楚 但是你講這個問題一定是早就被突破了 就說不是固定就沒有方向 這個講往下 這個是當時講古代哲學的一種假設 是沒有脫離經驗的假設 所以羅素在寫的時候還是按照這個角度來寫的 好 同學們 大家如果沒有問題 欸 你好 在 在 可以提到說 我的科學官 廣東代體學管理有什麼 寫著有不同 因為我覺得看下一個 現在廖子物理學什麼都差不多 有三點非常不同 大家不要搞錯了 因為 commonsensically speaking 好像很接近 有三點非常不同 第一個茲凱剛剛提出來了 就是說 他的科學官還是建立在我們的感官知覺上 現在的科學官已經完全脫離了我們感官知覺了 對不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呢 我們現在科學的一個最大的特徵 我不曉得為什麼 但這是胡塞爾講的 而且也很有道理 就是 數學化 mathematization 數學化的過程 這個那個時候是完全不能想像 數學化的過程證實了我們的常識觀中的絕大部分是真的 但是數學化大幅度的提升了我們科學能夠解釋的範圍 超越了我們的自然語言 所以伊比鳩魯這邊內容的話呢是 沒有超越我們自然語言 是用自然語言所描述的 你聽得懂 所以如果說 如果說有 如果要做科普的工作 交給物理系人 物理系人沒辦法做 為什麼 他已經沒有自然語言了 他怎麼描述科學的內容 你了解嗎 所以不是說台電請了一群笨蛋 台電不是說請了一群笨蛋 然後對於核能的立場都說不清楚 因為核能本身來講 運用的物理學已經沒有辦法用自然語言表達了 比如說風險 沒有一個學物人敢講說絕對沒事 再加一個幹字 那這個聽起來是很貴 但是一講完以後 所有的物理學家講說這個人可以不失人 為什麼 因為物理學中沒有絕對的概念 那你現在老百姓全部要求說 只要有一分之一的風險 就台灣只有一個 台灣只有一個跟台灣存在跟不存在 是多少 是兩個無限大的概念 所以一般老百姓的話 什麼演藝人士跳出來 我是人所以我反核 你因為你不是人所以你不反核 這個邏輯上講起來讓人聽得很難受 對不對 這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數學語言 然後第三個話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說 我們現在科學的發展 已經是一個主流式的思維 而當時伊比丘魯的時代的這個科學觀的發展 是一個邊緣化的思維 大家要了解 我跟大家講 這個就是涉及到一個人生的意義了 我看不起現在所有運動的學生 在台大校園 我根本都看不起 為什麼 我覺得他們沒創意 因為你現在拿一個主流化的思維 站起來訓教育部長 你在我那個時代做做看 你在我那個有幾秒總部時代做做看 敢去訓教育部長 你看你教育部長 你看你什麼下場 對不對 所以說一個科學觀 在現在來講 這個科學觀有它的倫理意涵 就它變成了一種主有載至社會的思想 可是原來的一筆舊路 實在被人家視之為無稽之談的時候 這個意義完全不一樣啊 所以說會 現在的科學觀怎麼會強調友誼呢 現在強調說殺掉朋友 這是一支獨秀啊 哪來的友誼呢 那個時候科學觀為什麼會變成一種秘密的組織 會聚集在相濡以沫呢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差別 所以科學本身跟倫理價值是脫不開的 但是要因實制宜 就是因為時間的情況 而產生最適宜的判斷 所以這三個差別 這樣子的話算是一個蠻不錯的結論 讓大家了解的喔 對不對 所以你現代的話突然講說 像我一回來大 我第一次回到東海大學教書的時候 一個學生講說 老師現在學生好勇敢 都敢罵教官 我說教官就是剛剛在幫大家一起拔草那個 連軍服都不敢穿的人 那個叫勇敢啊 我那個時候我們一個教官 我到現在姓謝 蛙人出身的 註冊的時候手上拿一把剪刀 我們在東海大學跟全國只有兩所大學 不用剪頭髮 東海跟台大 教官就提拔剪刀 我那個頭髮長到暑假 因為頭髮長是一種自由的象徵 我頭髮長到我手背過去可以抓一把 你看多長 就差不多像他這樣 那個就是完全不用管的 以前在大學時代 那個時代很荒謬啦 因為有人管 我們教官抓過去就是頭髮一刀 那個叫教官 你知道那個時候要反對他 然後教官一下子去捲錢 我不敬禮過我們單挑 他挖人出身 他打到骨頭都斷了我跟你講 軍人就是軍人 那個時候真的是 所以我非常痛恨那個不公不義的時代 因為頭髮對我來講 我一個同學 抱歉啊 讀我們附近的 讀逢甲的 他為了也要跟我們追求的增援 追求這種留法的尊嚴 他喔 他們教官後面就拿個T子更可怕的 直接把你理了 剃掉 他為了抗議把兩邊的冰角留下來 在這邊綁了一個結 看起來好像戴了一個帽子 因為那個剛好流行那個清朝劇 像那個燕太子丹一樣 他這邊綁了一個結 他這種髮型我永生難忘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所以那個時候的爭取的自由 那意義相對性情況很不一樣 所以這個科學的定義也是一樣 今天你講科學好壞 今天很少人去講科學好壞 但是你一定要了解這個歷史的原委 你才能夠講出來科技與社會的關係 你沒有這個了解的話 你光講說反核反核 反核以後呢 我跟大家講啊 這不是我講的 江韻華講 說你要承擔現有投資的風險 你要承擔電力不足的風險 你要承擔電力漲價的風險 你要承擔經濟停滯的風險 你要承擔建構低碳社會不可能的風險 然後你再決定要不要公投核四 這是他就江韻華講的威脅論 威脅老百姓 要不要被威脅 這個不是說不受威脅 回到塞德克巴萊的日子 大家蓋穿草鞋 那我也我陪著你穿啊 反正能吃苦我一定比你們能吃苦 但是問題是這樣 有必要搞成這個樣子嗎 對不對 對不對 有必要讓大陸演員到台灣講說 我感覺這裡很窮 有必要搞成這個樣子嗎 從我感覺大陸很窮 變成我感覺這裡很窮 對不對 就沒有必要 所以說一定要有個歷史的論述 才能夠說服別人